晚安 您好 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9月21日星期一的天下新闻 距离大选只有43天了 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突然离世 也为政坛投下了震撼弹 特朗普以及共和党计划是火速填补这一个大法官的空缺 民主党则是全员反对 指出应该要等到大选之后才选新的大法官 而在高等法院目前保守派占优的情况之下 这个决定有可能会改变未来几十年的司法走向 由总统克林顿任命的金斯伯格 生前是最高法院最年长的在任法官 他是最高法院历史上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也是最高法院内自由派的坚定代表 金斯伯格多次战胜癌症 因此也被称为死神带不走的人 金斯伯格18日因转移性一线癌 在他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家中去世 金斯伯格的死让不少人感到震惊 从民间到新闻界 从政界到司法界都对他的离世表示哀悼 总统特朗普下令全国下半旗 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茨 在一份声明中缅怀了他多年的同事 还称金斯伯格是一位不知疲倦 坚决捍卫正义的斗士 距离大选还有43日 金斯伯格的去世为原本已经激烈的政治斗争 再打开了一条战线 如果参议院在这个时候投票任命 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候选人 那么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 将会由原来的五位增加为六位 而自由派势力在最高法院 将会缩减至三位 这将让美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进一步诱倾 对于像堕胎和移民等议题的影响 将会远超于特朗普的任期 媒体报道指 金斯伯格的生前遗愿 是由新总统在就任后 才提名继任他的大法官人选 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共和党人麦康诺 在金斯伯格死讯传出后 不到几个小时 就明确表示参议院会与总统合作 尽快在大选前 填补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 麦康诺的这个表态 于他2016年时 阻挡时任总统奥巴马 在大选年提名大法官的决定 形成鲜明对比 麦康诺当时指 总统不应该在大选年提名大法官 说应该等选民选出新总统之后 再选法官 麦康诺的这个决定 随即激怒了民主党人的同时 也让一些正面临连任危机的 共和党人陷入两难 如果参议院现在需要通过大法官提名 预计在民主党全员反对的情况下 共和党只能够有不超过三人投反对票 而目前包括阿拉斯加参议员 默克福斯基和缅因州参议员 科林斯两位共和党人都表示反对 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罗姆尼 也可能会投反对票 与此同时 在亚利桑那的参议员特殊选举 也正在进行 目前民主党候选人 正大幅领先共和党对手 如果民主党获胜 这位参议员将在11月底上任 这将让麦康诺 想要任命新大法官的时间表 变得非常紧凑 按照以往 大法官从提名到投票通过 一般需要70多天 总统特朗普上一位提名人 卡巴诺用了89天 不过 即使特朗普连任失败 再加上民主党成功夺回参议院 距离1月20日的权力转移 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特朗普和麦康诺 仍有足够的时间 完成他们的计划 总统特朗普周一宣布 将会在本周公布一位 女性大法官候选人 有媒体报道指 特朗普目前有五位人选 天下卫视 编辑报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